在法国可能会被 请东西去 其实政府没有猜听我们 可以变成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 Ku Koo 我是法国安娜 大家好 我是台湾的 台法 夫妻杂谈 大家好 我是法国安娜 大家好 我是台湾的 好 今天呢 7-11的赞助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 但是我香味咖啡我就放着 应该没有还好 夫妻杂谈的主席今天是什么 选举 我们不太喜欢碰政治啦 但是你来台湾也13年了 应该也经过好多次选举 很多很多 对啊 那你对台湾的选举 你觉得有什么跟法国不一样的地方 很多 其实在路边看到我们会觉得 好惊讶 好 因为在法国通常 就是要去选举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出来 也是会去试上 我说 大家好 在台湾 我看到很多选举在红绿灯 在一个巷子站起来 对不对 然后跟大家说哈啰 这个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在法国没有看过 在法国可能会被 请东西吃吗 对对对 有人会请他吃东西 对对对 不知道 所以就 鸡蛋还是什么坏掉的菜 对对对我是放弃这些 所以就在法国他们 就是赶快去我所走来走去 然后不会站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点 古代湾看到 就是在开吃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 就候选人 对对对对对 站在那个吉普车上面 然后游行造势 然后跟大家挥手 这个每次看到那台车 我会想到 因为在欧洲你看到这台车 就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看到那个POP 那个叫钟 对对对 他有一模一样的车子 结果他会这样 第二个是麦克杰克森 那时候我记得他 有一次在巴黎也是这样 其他人我们比较不会 我没有看到中头 就会这样 我们其实也没有这种的车子 因为很危险吧 就是像台湾以前 就发生过那个枪起案 就是有总统在车上 然后被开枪 美国也是 对啊 可是不过好像都是 枪不会碰的 好像是特别的玻璃 对对对 是很厉害的玻璃 对对对 但是在巴黎就不会有这个 所以我就看到 我说 很厉害 对啊 然后你还有说那个 对 有一次我在路边 有一个人给我一包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我看到 卫生纸 还有那个 一个人的头 这个是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说 候选人 对然后我说这个 那个是什么 或是在那个 不要让你记得啊 早餐店的卫生纸也是 早餐店的卫生纸 还是那个风模啊 没错 在法国 你会有这些小的礼物 所以你去参加他们的会 也会给你 嗯嗯嗯 但是通常在路边不会有 我没有看过有这种 没有看过 我最近有听到候选人在提出 这个法国 嗯嗯 两轮制的选举 我们讨论了一下发现 呃 优点跟缺点其实都有 然后还有后面组成的内阁 那 呃 优点的话 呃 让选出来的总统 或者是国会议员 有多数民意的支持 因为他选举的制度是 只要有三个人以上投入这场选举 那第一轮就会取前面两名 再来进行第二轮 那就确保这一个 呃 候选人一定有超过50%的民意支持 那才会成为最后的总统 那我看了一下 其实不只是总统 连这个国民议会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立法委员 可能区域性的立法委员 也是这样的选举制度 那我们讨论了一下 有想到几个优点啊 对啊 当然就是多数的民意支持嘛 啊 对 让未来的执政啊 会比较声量 然后可能会减少一些 不同政党的主权分裂 那缺点的话 其实也不少 第一个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 我们投票的人要花 两次的时间去完成这场投票 然后后面你们有一些配套措施啊 第一个是时间嘛 第二个就是钱 嗯 对要花更多的钱 那可能多投一次 就是那个国家这个预算包 可能要花多花好几亿吧 要两个人 对啊 再来就是会造成 现在法国就有很多小党 然后有一些出来竞选的政党就会 提早就开始操作一些气宝的效应 策略性的去做操作 一开始就操作气宝 对啊 这是我查到两轮制投票的这个优劣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 选出来的总统 在国会里面一定会是少数政党嘛 你们就算是大的政党在国会里面的席次 可能也不会超过25%吧 对啊 那25%也就四分之一 那势必在这个政府里面会有这个联合的内阁 对啊 那联合内阁大家 就是政党的 越多政党的意见就越多嘛 那就很容易就没有共识的达成 会不会有什么 对啊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像这种联合内阁 你知道法国是很会罢工的一个国家 很会抱怨 我们会觉得其实政府没有在听我们 我觉得真的没有在听我们 像今年不是有一个法律 一个很大的法律就是 退休年龄 对对对 要延后延到几岁啊 就一两年 但是已经是里面内容也是有比较丰富一点 问题是这种的法律没有人想改 对不对 你已经不想越一直延后延后吧 那个法律很难过 所以这个这一次他 我记得好像前面就是有试试看 就没办法不过过 然后结果今年四月 他没有通过那个阿森林拿出来 他就是直接过了 没有通过国民议会 就直接强行通过 对啊 所以就一直罢工罢工罢工 造成法国的大罢工 对 但是这个罢工是有时候过了也是会罢工 不过也是会罢工 反正就是 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欧洲的一个贵 一个忘记是什么内容 但是中途那时候有为我们要不要 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一个referendum 就是你都yes or no 然后我们都全部是都no 但还是几个月后 还是过了你知道 所以就你错那个投票有意义吗 因为你还是过几个月自己就自己过了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就联合内阁有它的好处就是可以 让不一样的小党都可以发声 然后代表不一样的族群的选民 或不一样政治意见的选民 但是不一样的政党也可能利用自己的这个支持者来操作议题 那在法国最常看到的就是罢工 对啊 所以有好处 但是有几好没两好啊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诶 我很 我觉得很有趣 像上一次啊 你们法国选总统的时候 你带我去101那边投票 哦 对 其实法国它会很鼓励大家 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投票 所以不会放太多选择 像我在国外 如果没办法回去法国还是可以投票 所以它会你要先申请 然后当然不是前一天说 哦 我要去投票忘记 没有 我记得是我每年就是会登记 然后让法国商负责到我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在这边投票 到时候就是要去投票的时候 就是用我的护照然后去投票 而且法国也是有一个好的地方 是要去投票的地方 是很容易是你住的地方 不像台湾就是你要会去 一定要恢复其地 对 比较麻烦 法国是比较简单 申请在你当时会投票日会在的地方 去投票 然后如果你真的哪一天有工作 你那一天已经忙工作 你干嘛要回去高雄投票 很麻烦对不对 法国如果你工作的关系 或是放假的关系 或是懒惰的关系 你不想自己去投票 你可以去选一个人帮你投票 找自己的朋友投票 家人朋友都可以 老公都可以 就是你要先去申请 然后给他们护照 或者给他们资料 当天就是他会帮你投票 所以可以投你自己想投的人 当然哦 没有人会帮你检查 所以你选的那个人 你要相信他 那我这样想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买票或会选 在法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这个有选择 我只能一个人帮一个人投票 我不能帮五个人投票 对啊 可是这个还是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没有 这个法国人很会去公布 对 所以这个很危险 这个法国人应该很少会发现 所以还是这个 这个民主的素养 还是很重要 但是他们地下的 比较大的位置 这个有可能 对对 当然会说 可以掌握的票 对 没错 好那你对台湾的民主 投票 还有什么 对 看法 因为你看我刚刚讲法国 法国有 我们从1789 把那个王帝和王帝和王帝 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对 还有那个 那个马亚特内的 然后开始了法国的第一共和 对 后来有回来 就是有点复杂 因为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历史不太好 没有 没有 还有一起你看法国的历史呢 我们从一年级学到太多了 真的太长了 就是 多重 我们学五千年 好啦 没有理由 就是要好好的认真的念书 我们的法律 1789到现在 1789 260年了 我们也是做了蛮不错的 因为像 女生投票 对 有一些女生的那个 abortion的一些法律 也是全世界也是看到法国才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棒 但是很慢 也是算快了 因为跟2000年的历史 但是也 我 因为我为什么 我说很慢 因为我是看台湾 台湾 三四年吧 对啊 从解研后 大概到现在三十年 三十年 然后可以变成这样 我觉得很厉害 不会啦 因为也是借近你们就是西方的民主世界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也做不到 就是还是看到别人也是做不到 我觉得像台湾 因为台湾也是有做自己的事情像 同婚 对 法国也是差了很久才通过 但是台湾感觉很快 而且就是蛮 peaceful的过 然后蛮顺的 然后就是变成亚洲的第一个 我就很厉害 对啊 我们就是我们的时空背景啊 跟我们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嘛 那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这些立法政策 可能也要与时俱进啊 嗯 好 今天的影片可以结束对不对 对 我们没有吵架 如果你 如果你对这一个影片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知道通常这个主题 会在家里很热闹 然后会容易吵架 所以不要吵架 好好的吃一度饭 然后去投票 也去着投票 对 跟家人在一起好好的相处 对 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好 打拮打 对对对对对 打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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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拶 打拮打拮打